大家好,这是林主体卓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非常不错的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AI绘图模型 真正可以做到以假论证 成品质量非常高 做出来的大图非常自然 无论是人物骨架 皮肤纹理 色调和光线 甚至是妆容头发 衣服 背景等等 看起来都非常的真实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破绽啊 很难分辨出这是由AI制作出来的大图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五个绘图模型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最近非常火热的 这个Charlie Out Mix 这个模型是目前使用人最多的 平时大家在各大平台上 看到的各种网红脸啊 无一例外 几乎都是出自他自首 他的作者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名叫 TASUKU2023的网友啊 当时在Charlie Out Mix最火爆的时候啊 这个作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直接把这个模型给伤掉了 也就是伤库跑掉了 当时毕竟这个模型之前流传太广了 他训练好的模型包 早就被你保存下来了 如果你需要这个模型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零路伯克山去下载 文章地址就这个了 打开这个文章以后 蓝键往下拉 朝下方有一个最新的Charlie Out Mix 模型下载链接 然后只要紧张打开它就可以了 这个模型总共有将近3.97G左右啊 我们先给它下下来 这下载过程它需要一点时间了 在下载之前 你要确保你的硬盘有足够的能量 好 下载好以后 那下面就获得这样一个模型安装包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这款 大名鼎鼎的 而且是完全免费开源的AI汇图软件 就这个Stable Diffusion 如果你没有这款AI汇图软件的话 那么可以去零路伯克山进去下载 下载链接就这个了 到时候只要打开这个文章地址 然后底下方有一个 下载Stable Diffusion的Web UI这个链接 就可以了 在这边文章里 我也提供相订的安装教程 比如说环境安装 模型安装等等 当你下载好这款软件以后 那只要把它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打开它的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里面找到有一个 存放训练模型的这个文件夹 打开里面这个Models 打开以后 然后找到里面有一个Stable Diffusion 这个文件夹 现在我们取消把这下载好的模型 给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放进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它关闭掉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这款AI软件的 这个空中面板 当你放入这个模型以后 接下来我们点左上方刷新这个按钮 给它进行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们刚才放入这个模型的安装包了 就第一个 Charlie-Ordd Mix 我们选择它 好 找到好这个模型以后 那这样我们需要通过文身图功能 给它生成高清大图 现在我们需要在下方这个提示词里 输入这个正反提示词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提示词 上面是这个正面提示词 我们把它复下来 复制好以后 我们给它输进去 就第一个了 现在我们去复制反面提示词 就下面这个negative这个 我们把它这个提示词给它张力出来 然后贴进去 第二个反向提示词这里 那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页面 我们看它下面这个程序这个设置仓数 我们主要看它的采样器 它采样器选择这个dpm rsa这个采样器 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控制面板 把这个采样器选择跟它一样的 就是这个了应该是 然后它的总字 这它总字数 粘粘出来 总字数在这里图像生存总字 给它粘粘进去 然后这采样部数 我们可以选择跟它一样的 采样部数它是s 也是一样的 s 那既然我们勾计下方有个面部修复 然后高分辨率就修复这里 这两个功能应该打开呀 高清算法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侃锯子这个 分辨率采样部数 我们选择is 提示的引导数跟它一样 也是7个 它是7个吗 它是8个 我可以选择8个 跟它一样吧 然后生存p次 我们生存一次 然后每p数量我选择4个吧 这大概根据这情况进行选择 然后宽度和高度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一下 比如我宽度给它设置为 最大为1280 就看上面这个采样 然后高度我们稍微设置小一点 1280乘720 这也可以 好 设置好参数以后 那节目第一上方这个生存按钮就可以了 给它进行生存一下 好 大概过了30秒左右 它现在已经生存完整了 我们大家看一下效果吧 这它生存以后的全部这个四张图片 看起来非常不错 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我们打开看一下 下一张 都是名副其实的网红脸 这样看起来非常真实 大家一看效果 这确实一般人很难分辨出 这是由AI生存图片 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改改这个提示词 来进行设置新的图片 比通过可以选择这个提示词 把它粘定出来 更改这个提示词 然后下面四的仓数我们跟它一样 这个也是DPM++2M DPM改一下 应该是这个采样器了 然后其他仓数 这个采样部署30 主要是种子 我改一下 然后采样部署我们设置为30 好 重新设置好仓数以后 我们给它重新生存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吧 好 它现在就生存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像第一张图它有点这个 残缺了 你看这个脚跟人体 完全是不符合的正常形式了 但其他几张图片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主要看到人脸五官 其他我们就不用看了 这个脸看着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腿就不行了 扭曲了 然后这两张还可以 看着 这样还可以 也是非常高清的这张图片 效果也还可以 在同一个训练模型下 我们只要稍微修改下这个提示词 它就可以生成不同风格图片 我们重新生成一下 到最后把这个提示词 给它贴到这个零路博客上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分辨率 如果你的显卡性能不是很强的话 那么这个生成的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我们最好稍微修改一下 否则的话它会报显出不够 好 这就是生成的另外一种图片了 这种图片我肯定要打码了 否则的话肯定上不了的 主要看到人脸五官 非常真实 那这样我们说第二个模型吧 这是个老司机必备的模型 因为它制作出来的图片 都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这里我就不在视频演示了 这就是模型的下载地址 到时候应该自己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以后 然后展触到Stimit Diffusion里 来进行生成 然后后面这个是它的提示词 你可以直接复制里面的正反提示词 或者你可以自己进行烧下修改 来生成你想象的图片 然后下面是这个A1软件上的设置参数 当时你可以自己生成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第三个比较热门的模型 它就是这个梦想塑造者 这个模型比较大 它相信总共有5.57G左右 我们先给它当下来吧 好 下载好这个模型以后 我同样给它载入进去 打开这个Stimit Diffusion的文件夹 找到模型文件夹 给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放进好以后 重新回到这个控制面板 然后接着我们刷进来这个模型 把新模型给它载入进去 好 载入好模型以后 然后现在给它生成图片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提示词来试一下 因为我们找一个比较正规点嘛 选择这个 然后下方是它来设置参数 设置好以后 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看它会生成什么图片嘛 它这个模型生成图片 刚开始是比较模糊的 然后这个AI会进行进一步的采样 来进行图像构金化 它现在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 这是四张图片的整合 第一张和第四张还可以 像这两张估计稍微一点欠缺点 看一下效果 这样人脸感觉是应该是没有修复好 这张明显是失败了 这个脸部明显没有生成好 这样它还可以 看得非常真实 然后现在我们换个提示词来 先生成一下 看效果 找个什么提示词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欧美风格 把提示词给附下来 好它现在就生成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高清 这个类似于混的 像是浑雪的人物人脸 这种风格会看起来更加真实 它的皮肤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它这里面不同的图片 都用到不同的提示词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模型 这个模型用的也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这生成小猫咪 眼睛非常真 真光瓦亮的 下面是它的提示词 还有相应的式的仓数 然后接下来第五个模型 它是一个卡通可爱型的 这个模型用的也非常多 它生成的人物人脸 看起来非常真实 这个模型它比较小 总共在58.3兆左右 我们给它把它倒下来 然后重新进入这个面板 把这个模型给它摘入进去 刷新以后 然后在里面选择这个模型 就是这个YAEM的开头这个模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它的提示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 他们有一个最后比较特殊的 这个Badhead 就是因为这个AI它生成图片的时候 经常会把手指 经常把手指给它生成坏了 所以的时候 我们在反面的提示词里 要重点提示上这个手 或者手指 不要生成坏了 它故意把它手指和手给藏起来了 这样就不会生成特别诡异的图片了 设置好参数以后 我们重新生成一下 看看效果 好它现在生成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属于搞动型的风格了 当然里面的模型和生成样式非常多 你想生成哪种图片的话 那你选择对应的提示词 和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AI绘度的硬件要求 这个首单其冲 就是这个显卡选择 通过AI来绘画的话 最好选择N卡的 而且选择大小 最好是8G或者8G以上的 A卡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AMD显卡 它进入性不是很好 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如果使用的是Mac 或者CPU来进行解码的话 那它速度是非常慢的 它们干不了这种重体力活 想生成高清大度的话 要等好久 今天视频所用的全部资源和工具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这款 Step Default的软件的话 那边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这个教程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安装和使用步骤